宁可你们在我身上画错二十刀 也不愿你们在病人的身上画错刀 是所有无语良师的共同盼望 慈济大学五号为八位 担任模拟手术的无语良师 举办了大体解破入恋 送临火化感恩追师 执障和入照的典礼 在感恩追师典礼中 是由慈济大学校长刘渝君 亲自颁发感谢状感谢牌 给八位无语良师的家属 感谢老师们奉献大体给医学教育 慈济大学模拟医学中心 举办今年第二场模拟手术启用典礼 自六月一日启用典礼开始 到五日共进行十八种术试 共有国内五十四家医院 一百一十七位医师参加 这次有台湾口腔二面外科学会 脊椎围窗内视镜 以及血管外科医学会 联合课程的临床医师 在无语良师身上 模拟实际碰到的问题 而在五日举办医学会 模拟手术送临典礼 感恩老师们奉献大体给医学教育 今天终于圆满了所有大体老师 成就他们成为舍身菩萨的大愿 所以在此首先要感恩各位 大体老师们的家属的全力的支持 能够成就他们的心愿 这一次的模拟医学手术 包含了口腔二面外科 血管外科 还有脊椎 围创内视镜等等的手术 都是非常精细的手术 所以大体老师们的奉献 可以帮助我们的年轻专科医师们 在这些手术上更精进 未来在面对病人的时候 他们下导会更有信心 会更精准 所以他们对于医学教育的贡献 是非常的伟大的 慈大模拟手术八位老师 分别为林月女 上亨佳 陈金主 廖陈金凤 梁锡龙 康宝馨 叶仁才 林黄博 各自有着精彩人生 更有人在二十多年前 就已经签下大体捐赠同一书 希望在生命的最后发挥到淋漓尽致 选择成为医师的老师 我的父亲 陈金主老师 他在最后的一段旅程当中 他用小爱的精神 花费了大爱的智慧 玩得他值得骄傲 以及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虽然遗憾 可是你放心 你的脚步 我会继续 您的爱心 我会传承 相信往后的日子里 你我都不算会有遗憾 那从以前他分享的就是 实际就是 我不一定要花钱 我一样可以用我的力 去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先开那个往生杯 其实还是会流泪 还是会难过 但是 我的感觉是妈妈 她是开心的 她是开心的 让我来 帮她完成这个心愿 那一直到今天 算是她心愿的一个完成 在感恩追思典礼上 由校长刘怡君 亲自颁发感恩纪念碑 给吴玉良师的家属 五日并同时进行火化 执掌和鹿堪典礼 将八位吴玉良师部分骨灰 放至慈大大舍堂里 供师生以及家人缅怀追思 期待医者能延续这份大爱 长存世间 继续照顾人群 记得长邦彦 华林匙报导